好 我們帶你看中美貿易戰 現在僵局也是持續的延燒 川普總統翻臉如翻書一般 我們又再度見證了 已經看到不到第800次 好 我們來看到了這個中美之間 在上海的貿易談判才剛剛結束 甚至還敲定下一次要談判的一個 這個地點要到美國去談 結果沒有想到川普總統突然間 又再度宣布 針對3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到美國的商品 要課稅 課徵10%的關稅 好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為什麼川普又突然間翻臉 這個川普總統他講了 他說因為中國沒有買農產品 中國說要管制藥品也沒有管制 習近平說話不算話 所以他再度的課徵關稅 那我們來看中國官方的發言人 華春瑩他就講了 他講說一寸也不會讓步 而且所有的後果要美方自行承擔 那大家就講了 突然間的課稅 那就等於是再課3000億代表 所有的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 全部被課稅了 稅率不太一樣 這回我們看到這3000億是課10% 之前還有課25%的稅 所有的商品全部課稅 過去不是說蘋果也要被豁免嗎 庫克跟川普關係好嗎 所以蘋果一直沒有被課到稅 但是我們看到這回要被課了 另外像是筆記型電腦啊 玩具啊還有其他本來沒有被課到稅 全部一視同仁通通課稅 所以呢等於是所有的美國的消費者 大家都得要付出代價 那他要的就是要中國 要買農產品 有人形容說川普這一遭他又再課稅 就是要施壓中國要多買一些他心心念念的農產品 那他到底為什麼對大豆這麼大的執念啊 為什麼他是很愛喝豆漿嗎 為什麼一直要人家買大豆呢 原因就在於大豆是川普他選區當中很重要的一環 川普現在在打他總統連任的選戰 所以呢他的選民每一票都好重要 我們來看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當中 其實如果你比那個投票出來一票一票的總票數 川普是輸給希拉蕊的 但是呢美國的選制他們叫選舉人制度 也就是呢在那一周你拿到比較多的票數的話 你就拿到那一周所有的選舉人票 這是一個降他們的選情的制度才會導致希拉蕊雖然在美國得到了比較多的票數 但他依舊輸掉了選舉 好了那我們看到了在那次選舉當中呢 主要的就是川普拿到了農業州的支持 川普呢雖然總票數輸掉了 但是他在農業州他拿到了超越希拉蕊10%的選票 這也是他能夠獲勝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呢这一回他的農業州一定要繼續幫他撐住他的選票啊 因為現在呢他的民調是輸給民主黨的 所以呢農業州一票不能少 農業州最愛大豆了 這個中國的大豆訂單對農業州來講好重要 那是他們的生計 所以我們看到了川普喔 這回下重手就是要求中國要多來一點大豆訂單 但是呢剛剛華春瑩講了 他說我們一步都不會讓喔 所以呢就要求這個美國自己負擔囉 好了那我們來看到了這個川普又課稅 造成的全球的金融市場的大震盪 股市全倒那不用講了就保齡球嘛 然後打一個全倒嘛 另外我們帶你看避險商品馬上應聲上揚 日元每一回呢金融市場大震盪的時候 日元一定會升值 你就記得這一點好了 以後呢只要看到那個世界好亂喔 天下大亂的時候你就去買日元准沒錯 因為日元一定會升值 他就是避險商品 果然如此喔 好我們來看到了日幣對比台幣0.296 這是兩年半來的新高日元又升值 另外呢這個天下大亂的時候也要買黃金喔 就是黃金日元黃金日元講三遍 黃金日元天下大亂你就去買這兩個你就賺錢 好那黃金呢也是應聲上揚 黃金的現貨呢突破了每盎司1450美元 好我們看到了避險商品大漲喔 所以呢我們看到了這個中美貿易戰的僵局持續下去 那麼到底接下來川普總統還會有什麼樣的動作呢 帶你快來看 美中貿易戰看不到盡頭 美國再寄懲罰關稅 我們現在採訪10%超過300億元 25%超過250億元 我們都證明了這些貿易戰 前後歷經12輪談判始終沒有重大進展 不料川普又出手 但從所有中國消亡美國的商品全挨罰 包括中國代工的玩具鞋子還有運動用品和電子產品 9月1號開始都將加征10%關稅 所有商品水漲全高 讓自己生病讓別人去吃藥也是沒有任何用的 我認為在經貿搓相的問題上 美方應該更多的來展現誠意和誠信 一連串關稅衝擊不止油價暴跌近8% 稻窮指數更是一度跌幅超過400點 蘋果股價硬生下跌超過2% 鴻海同樣也往下走 而港股更是一開盤就重挫 包括戶股日經指數同樣綠油油 我剛剛被裁員可能會不太樂觀 但是信我還得繼續還得接著去漲 美中貿易戰芳心慰愛 中國經濟在川普重炮攻擊之下出現不利現象 中國第二季GDP創27年新低 許多90後剛投入就業的年輕人 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被裁員 今天是我失業的第48天 第36天 第53天 這批90後年輕人 原本是中國就業市場的生力軍 卻陷入前途茫茫 關稅戰打不停 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企業 或出不去 錢進不來 恐怕難逃 雙輸局面 三零新聞 黃球會監水會 總和報導